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一种社会道德 讲究了一种个人的约束性 所以我们在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你看地方政府瘫痪了 但是我们的人民不会去抢劫 不会去杀人 不会去犯罪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在约束 可是欧美的文化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社会道德 一种自我约束的文化 他们那种文化是没有法律 没有执法的力量 然后人民就开始野蛮了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坐监犯科 所以一个风灾 一个大地震 一个旧金山的大停电 就可以造成抢劫 一个卡串拉风灾 就可以造成暴民抢劫 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只要目前来讲我活不下去 或是我没有钱了 年轻人父母给不了零用钱 或是零用钱不够花 大家聚众就去抢超商 抢便利商店 抢这个麦当劳 我觉得他们的文化的缺陷 文化的缺点 已经越来越展露无遗